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欣欣 歡迎收看今天這個南道新聞 在今天南道官議會定期過的 冠軍總之順當中 幾六個議員都很關心 官來本所對這關問題上關問題 官報局長在一宿表示 目前國管市中在六位分 略縮接受官來本所處理 官長可笑話表示 官來本所對這問題 有機會在年底進行來修改 垃圾問題是緩緩相扣 不僅僅是環保局的責任 希望現場也能整個局處 來共同面對 所有事情是各向日式合作 不是拿來一個上對下 一個重貨幣的方式來處理 南道官議會29號 接規定20次第1次 定期會 關鍵總之順 包括姓索丁 王秋色 蘇佑馨 黨佑琳 胡錦蘭頂頂的議員 都關心到 本館的本所對這問題 那定員報告的確 這個時候處理團會 還是有分月份的 那從過年開始到現在 定員是會比較艱難 因為每個防化廠 大概都會搶在六月 正式全量營運之前會做休息 所以四五月的確是比較艱難 那相信六月份開始 目前各縣市可以承諾我們的七月 讓大概六月開始 大概就可以全量做執行 那我有信心大概六月開始 我們希望可以各鄉鎮都可以 都可以清更多的垃圾量 你希望這個部分阻鎮 我們可以特別的關係 你的六月是成功 對 六月開始我們的量 一定會是成功 你的六月是成功 是是是 不僅外溫伯手 對每天新三星的伯手以外 也會依照 各鄉電視伯手對地點的現況 依照經濟性 以及危害性 來做安排伯手親吻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讓伯手僵量 館長可笑話表示 未來中的定點的標準 和國公司 做回來這支協助 伯手僵量的問題 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先達到垃圾減量 按照我們的輕重環節 來做處理 那將來我們就會去 設置一個規範跟辦法 讓每個鄉鎮的垃圾 都能夠得到 都有一定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那我們也希望真的 達到從減量跟分類開始 所以將來我們也會 保留一些的空間 來讓我們各個鄉鎮 如果他們的分類 是做的好的話 我們也會有一個優先處理的方式 那這個我們現在 環保局也正在擬定 相關的辦法 那希望呢 我們今年就可以 將這個垃圾的一個 減量達到一定的效果 另外在今天的定期會面臨 以往創民憲 也正對操縱中衛区 供廣府提出 相關的建議 以往就處棄影少年人 留在南島 以往黨議軍 也相應環保的問題 以往廣府向國黨委選團 也就是市 所設無敗的進職 得到健康的目的 記者留意人參報道